宋代排名第一的名画《西山行旅图》 在被北宋大画家范宽画完后 他巧妙地把自己的名字隐藏在这幅两米多高的山水画中 一千多年来此画被无数人收藏临摹近没一人发现 以至于学术界对这幅画的作者归属问题一直存疑 直到1958年 一名专家在画中的树叶下无意间发现范宽二字 这名专家就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副院长李林灿 自从《西山行旅图》被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之后 他就成为了这里的三大镇馆之宝之一 鉴于千百年来此画一直被认为范宽所画 但从未发现他的落款 因此李林灿一直沉浸在对《西山行旅图》的深入研究之中 整幅画呈现着巍峨高耸的山体 高山羊只壮气夺人 山顶丛林茂盛 两峰相交处一条白色的飞铺如银线飞流而下跌入万丈深渊 山峰下巨岩突兀林木挺直 亭台楼阁漏于树巅之间若隐若现 在山间的溪水奔腾的向远处流去 在右下角的山阴道上 从右至左行来一对商人 他们一前一后赶着四头罗马在这货物证监